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外長王毅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發表說 不點名警告美國 片面追求贏者通吃 只會滿盤皆輸 執迷打造小院高牆 只會禁錮自己割裂世界 此前美國總統拜登聯同日本、印度、澳洲 舉行四方安全對話領導人會議 拜登說中國繼續表現得咄咄逼人 在整個地區考驗他們 在南中國海、東海、南亞和台灣海峽都是這樣 說在他們關係的各個領域都是這樣 包括經濟和技術領域 王毅在美國時間9月23日下午 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發表講話時指出 當今世界變亂較值 風險挑戰層出不窮 各國應該秉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 以對話解決爭端 以協商化解分歧以合作促進安全的 王毅提醒大國尤其是要作出表述 以繼利天下的大空懷 打破地緣政治小圈子 以立己達人的大格局超越衝突對抗小集團 做世界團結的推助器國際和平的壓倉石 他並且警告片面追求贏者通吃 只會是滿盤皆輸 執迷打造小園高場 只會禁錮自己、割裂世界 他還敦促各國推動平等有罪的世界多極化 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他說要強化國際法治權威 抵制恥強凌弱的重臨法則 反對單邊制裁等霸權行徑 維護發展中國家正當權益 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 捍衛國際公平正義 或是重申人類只有一個星球 各國應當齊心協力 精心看護地球家園 習近平主席提出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大理念 以及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全球發展倡議 全球安全倡議 全球文明倡議 為應對人類共同挑戰提供了新方案 為建設美好世界 繪畫了新藍圖 除了在外交層面對中國施壓 美國過去半年 可以說瘋狂地加強制裁 中國企業的清單 面對美國這種無理壓制 中國領導人 除了在國際會議上 多作宣導中國的立場 批評美國搞小圈子會拖累全球外 也有實質的行動 就在王毅聯大講話之後 中國再度出手 這次就不僅反制 受台武器的軍工企業了 參與美國政客政治操弄的美國企業 也會被反制 中國商務部宣布 對美國PVH集團 針對涉疆產品 涉嫌違反正常的市場交易原則 中斷和中國企業 其他組織或者個人的正常交易 採取歧視性措施等問題 來啟動調查 中國商務部說 近期有機構 向不可靠實體清單工作機制建議 舉報美國PVH集團 涉嫌在缺乏事實依據的情況下 違反正常的市場交易原則 無端抵制新疆棉花等產品 嚴重損害有關中國企業合法權益 危害中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決定對PVH集團有關行動啟動調查 根據公告 美國PVH集團 應該在公佈日開始30天內 向不可靠實體清單工作機制辦公室 提供近3年內 是否存在著對涉及新疆產品 採取過歧視性措施等問題的書面材料 和證明資料 以及其他相關的資料 調查期間 美國PVH集團 可以向不可靠實體清單工作機制辦公室 陳述和申辨 不可靠實體清單工作機制辦公室 會依法採取 詢問當事人查閱 或複製相關的文件、資料 以及其他必要的方式 對PVH集團開展調查 PVH集團和有關企業應該要予以配合 商務部安全與管制局負責人 隨後發布搭記者問 指美國PVH集團 涉嫌在缺乏事實依據的情況下 違反正常的市場交易原則 無端抵制新疆棉等產品 嚴重損害有關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 危害中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對今年以來 中方再次啟用不可靠實體清單 是否意味著中國對外資的態度有所轉變 商務步驟重申 中國政府堅定不移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 堅定維護各類市場經營主體合法權益 中國一貫都審慎處理不可靠實體清單問題 只是針對極少數破壞市場規則 並違反中國法律的外國實體 誠信手法的外國實體完全無需擔心 美國PVH集團在1881年創建 現在是全球第二大的服裝集團 經營男女裝、童裝、家具和鞋類等 多種、自有和授權品牌商品 其下品牌包括著名的Kelvin Klein、Tommy Hilferger等 並獲得包括DKNY等 以及其他私人名牌的銷售權 公司總部設於美國紐約 全球擁有超過3萬名員工 美國PVH集團在2021年 傳出以剝削維吾爾族人權為由 禁止供應商使用所有來自中國的棉花 此後衍生出一連串的 擁護抵制新疆棉的事件 今次中國啟動對PVH的調查 相信是回應美國商務部 不僅要加中國電動汽車關稅 近日美國商務部部長雷蒙多還公布 正在尋求禁止在美國銷售配備了 中國和俄羅斯軟件和硬件的聯網和自動駕駛汽車 雖然美國使用的中國和俄羅斯軟件較少 但硬件問題更為複雜 因此美國商務部說 對軟件的禁令將會從2027年的車型開始生效 對硬件的禁令就會從2030年的車型開始生效 對於沒有年份的車型 禁令將會從2029年1月1日開始生效 這種鬥不過中國電動汽車製造業 就算加了關稅都比美國便宜的時候 就直接用虛無飄渺的國家安全為由 直接下禁令 不僅影響中國的出口 同時也將美國自己困在圍城中 中國這次出手有幾個重點 對象PVH這些大型的跨國企業 尤其是它手握這麼多國際名牌 即使是中國經濟表現放緩 也是佔一個重要的份額 PVH集團中國區總裁在2022年接受商業週刊中文版訪問時 就曾透露集團相信中國有更大的增長空間 中國市場具備長期投資的深遠價值 我見這些高端消費品始終不能忽視中國巨大市場 這次出手不同於之前反制軍工企業 因為這些軍工企業不會與中國有直接貿易往來 但是PVH集團就不同直接面向中國消費者 一旦進入到中國的不可靠實體清單 對它的經營會造成很大打擊 第二這次商務部選取的出手對象 在中國的業務量體量夠大 威懾效果夠強 另一方面這些產品的品類可替代性較強 對普通老百姓生產生活影響較少 同時相信商務部公佈的話 應該是證據確鑿有利有據 案例足夠典型有指導作用 其實按照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的描述 英特爾、英偉達、阿斯麥、台積電 這些配合美國封鎖、斷工的企業 都可以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 還有那些做5G建設排除華為 造車排除中國工業鏈的企業 都有機會因為歧視性行為 也可以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 這次先提一個警示 第三美國搞越來越多的小院高場 9月23日美國商務部宣布 提議禁止美國境內的智慧網聯汽車 使用來自中國的關鍵硬件和軟件 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國商務部的官員報道說 這等於對任何在中國生產 並且是燒往美國的汽車關上大門 同時這項新規定 還將會影響到在中國生產的 美國和其他汽車製造商 美國企業通用汽車和福特汽車 或者會被要求停止向美國進口 在中國組裝的車營 迫使他們轉移在中國的生產線 這麼嚴密地保護起美國市場 真是令人想到中國晚清時期的 閉關鎖國政策的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也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節目 多謝大家 歡迎在這兒 到這兒 到這兒 後多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